嘿各位好 欢迎收看网路科普小教室 我是财时长阿龙 在这个系列影集 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些 关于网路资讯安全的一些相关科普知识 根据台湾网路使用报告指出 台湾每个人每天上网的时间 比全球的平均还要多一个小时 代表其实台湾人算是 在网路使用上算是蛮重度的使用者 不只这样的 百分之九所有民众都已经可以 透过手机上网 我想这个也不需要多说 大家现在走在路上都可以看到 不分男女老幼 甚至连国小低年级的学生 都已经知道怎么样可以上网了 但是你怎么知道 当你今天收到一封连结 收到一封简讯 你怎么知道这个网站 或这个连结是安全的呢 你怎么知道你不会被骗呢 所以我们拍摄这个系列影集的 最主要的目的 当然不是在跟大家讲 什么政令宣导 你要小心怎么样 不是的 我只是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一旦你知道这个东西 怎么运作之后 以后在面对这些资讯 这些连结 或者这些网站的时候 会比较有概念一点 比较不会人家跟你说 这个东西可以用 这个东西不能用 你就相信它 所以我们在这个系列影集 会开设的一些主题 大概会有像包括说 网站是怎么运作的 网路怎么运作的 以及说所谓的网路钓鱼 大家可能听过 网路钓鱼 诈骗 这些网站 或者这些技术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以及你该怎么防范它 好来 我们就直接来进入主题 我们在今天第一集 就是网站或者网路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来看网站怎么运作 好了 那当你收到一封email 收到一个连结 你看到连结 你就点下去吗 你怎么知道 这东西是安全的 你怎么知道 这个网站是对的 这是对的网站 难说不知道 但我们这一集 先跟大家解释 就是到底 这个网站是怎么运作的 也就是说 我要先解释的是 当你点击这个连结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事实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我们现在虽然打开浏览器 会输入网址 然后按下Enter 它就是连出去了 但事实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浏览器它本身 对于 如果光只有网址本身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去做连线的 在专业技术上来说 我们有一个名词 大家可能听过 叫IP位置 那这个IP 就是这个 Internet Protocol的缩写 它是网路通信协定的缩写 大家可能听过这个IP位置 这IP位置的概念 就像是门牌号码一样 每一间房子 都有它的门牌号码 的概念是这样子的 所以只要你能够上网 基本上你的手机 你的平板 你的电脑 就会被分配到一个IP位置 你只要可以上网 你就会分配到一个IP位置 如果说假设 我今天想要去连某一个网站 那个网站也会有一个IP位置 所以我要知道 它的IP位置是多少几号 门牌号码几号 我才可以连过去那个地方 知道这概念之后 我们再回头来看 这个网址或网域 正式的名字叫做网域 叫domain name 这个网域名称 我们现在常会说是网址 但事实上这个东西 它会去做一些转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IP位置 跟这个网域名称 或者网站的名称 或者网址 他们可以做一些转换的 这个转换就要靠 另外一个系统 叫做DNS 这个叫domain name system 网域名称的这个系统 大家其实可以把这个DNS 看作是一个叫做网址翻译机 它可以把这一串网址 例如说可能三个w.google.com 然后按下enter之后 它就会帮你去查找 说这一串网 这个网址或这个网域 它的IP位置是几号 然后我们彼此才会帮它去连线 那问题是 这个东西是谁在管的 是美国在管 还是日本在管 还是新加坡在管 还是台湾在管 事实上这个DNS的架构 是一个比较分散式的架构 它并没有说 某一个国家 或某一个单位在管的 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 这个是我们 台湾总统府的网站 我们知道这个总统府网站 它的网址是这个 这个三个w.president.gov 那所以当我们 key这个网址下去的时候 我们要先去查找说 这个三个w.president.gov.tw 这一串网址 它的IP位置到底是几号 我要先查到IP位置 我要先查到你的门牌号码 我才有办法去连到你那个地方去 但问题是这个是谁在负责呢 刚刚我前面有提到 这个DNS的系统 它是一个分散式的架构 所以如果说假设今天 我们在查找的时候 我们去查这一串网址的时候 它从后面慢慢一个网址查 所以它会进去查 就是这个tw这个网址 它问说 请问一下你们在这个网址 网域如果是点tw结尾的 是应该我要去找谁呢 然后它可能就会找到 台湾的某一个网路的单位 因为每一个国家 都有它自己国家管的一个网域 例如说像.jp 就是日本管的 点sg就是新加坡管的 点tw就是台湾管的 所以在台湾这边 其实会有一个专门管理 一个tw网域的地方 我们今天如果说 假设我们今天问说 tw是谁管的 然后他就告诉你说 现在是某一台机器 某一个IP位置管的 然后到那个地方之后 你想要再继续问他说 那请问一下 那个GLV 它的IP位置是多少 那这时候呢 他就告诉你说 GLV我不知道 你去找三楼的哪一个柜台 你到那个地方之后 你再继续再问说 那请问一下 那这个president这个网址 它的IP位置是几号 他告诉你说 我不知道 你去找八楼的A柜台 有没有感觉像在T皮球一样 对不对 你先去找tw tw告诉你说 我只管tw 但我旗下的GLV 你去找他 那你到了GLV这边之后 GLV告诉你说 那个president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你去找那个人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 最后呢 你找了president之后 那你想继续再找三个W 会告诉你一串数字出来 所以最后 你可能会得到IP位置 就长得像这样 例如说可能是203.66.34.45 我举个例子长这样子 透过这个DNS的翻译 你会得到一个IP位置出来 因为你知道它的门牌号码是几号 就是IP位置几号 所以你就可以连得上去了 然后我这边做个简单示范给大家看 这个地方我用一个 这个大家不用太觉得这么好 很厉害的工具 事实上这个程式很常见 Ping这个工具 是就是戳戳看 然后当我们去试 例如三个W 点president.gov.tw 按下Enter的时候 它就去帮你做 刚刚我们讲的那一串查询 这个速度其实蛮快的 你有看到没有 203.66.35.76 跟我刚刚那个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这个有特别处理过 你会发现它就一直戳 戳戳 然后去问到这个IP位置出来 整个网域网址大概是这么运作的 我们知道了门牌号码之后 我们就连过去 所以连过去 连到他们家之后 再来 我知道你家在哪里 那你要给我看什么东西 所以再来我们就讲 这是网站 或者这个所谓伺服器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可以想象 伺服器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台电脑 只是说它平常不会关机 它平常是24小时不断的运作的 你就想一台电脑不关机 然后它这上面也可能放一些网页 当然它要配一个门牌号码 然后当我们上网打开浏览器 点击连结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伺服器就看到有人来了 它叫服务 它的英文其实叫server 它是要做serve 做服务这件事情 所以它才叫服务器或伺服器 它基本上就是一台不会关机的电脑 我们要看的那些网页或那些内容 就是放在那条电脑上面 我们连到这个地方之后 它就会把那个内容给我们看 那问题是 那伺服器在什么地方 其实伺服器你可以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我们公司的伺服器 放在我们储藏室里面 虽然这听起来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任何地方 你只要能够连上网络 你只要有一个公开的IP位置 你就可以把你的电脑 或者一台主机插上网络之后 你也可以说这个叫一台伺服器 只是说你要分配一个适当的门牌号码给它 有些比较专业一点 你可以放在像是比较专业的机房 像可能在以台湾来说 可能在内湖或在新竹的某些机房 我们会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叫机柜 这个机柜里面会一台一台 都是电脑都是伺服器 他们基本上是不会关机的 因为你想我今天如果关机了 你来我这个地方 我没办法给你看东西 你就连不上这网站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听过一个词 云端 大家现在听到云端 好像就是这个网络跟伺服器 跟云端好像有点关系 事实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会以为说云端长得像这样 要上天堂了 或者甚至会觉得说 云端就是把那个机器放在空中 放在天上的机器 不是这样子的 大家可以想象成就是 事实上云端的概念 英文叫Cloud 云端的概念是指说 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司 像是Amazon 像是Microsoft 或者是像是Google 这些比较大的公司 他们比较资源 所以他们可以准备 非常非常多的机器 非常非常多的设备 它的概念有点像是 房东跟房客的关系 我有一栋大楼 你就可以这样想象 我今天盖一栋楼 然后我切成十层楼 那每一层楼 再切成几个房间 我分租给每一个房客 刚刚我们讲那些 Amazon 或者是Google 或者是Microsoft 他们都有在做类似的事情 他们的概念就是指说 例如说 我今天把这一个一个小房间 切给你用的话 你也不用真的去买机器 你也不用买一台 那么贵的设备 你也不用去管电力设备 你也不用管网络 反正我都帮你切好好的 你就来租用就好了 其实现在很多的网站 很多系统 都是架在这个所谓云端上面 事实上这个云端 它本身还是伺服器 它只是一个 切成一个一个小块的 然后它可能不是在你身边 它不是一个实体的东西 应该说它是个实体东西 只是你看不到 它可能放在国外 然后它是一个可能一台 或者一大片的机器 然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例如说记忆体跟硬碟 然后租给你用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角色就像凡客一样 我们需要多少 就去看看租多少 这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云端的概念了 好 我们到这里 简单的简洁 就是网站是怎么运作的 首先你今天打开浏览器 或者输入网址 或者是点击某个连结之后 再来它会透过这个DNS 去查询这个网址 所对应到的IP位置 查到IP位置之后 这个浏览器 它会对那个IP位置 会指向那个地方 就所谓的伺服器 会发出个请求说 我想看你这个页面 然后这个伺服器 就会回应给你浏览器 就说好 你要来看我的首页 然后我首页给你看 所以最后呢 使用者就 浏览器就看到 你想看到的结果 问题是 你怎么知道 这网站是对的 你怎么知道 难说不知道 也许这个连结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下一集 就要跟大家介绍 这个网路钓鱼 它到底是钓什么样的鱼 我们这个网路科博小教室 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集见 拜拜